大家好 今天快速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課程的幾個單元或特色 第一個我們上週是不是看到 上週的話我們第一次換到這個教室過來 然後請大家來使用數位筆記 那什麼叫數位筆記呢 其實我發現每個人的做法不一樣 但是我們在讀大量的資料 包括論文的包括學術的家庭娛樂都有可能 好那上禮拜我找到一個不錯的文章 跑去哪裡了 不見了 好那我們不講生活不講娛樂 我們講論文就好了 我上次找到一篇文章 它裡面提到一個觀點非常特別 我想跟指導教授聊一下 上禮拜的文章不見了 所以尤其是像我一次會讀幾個領域的資料 的學術資料通常都不見了怎麼辦 所以後來我就慢慢慢慢 好幾年前我就發展出來 我只要讀過了資料 其實各位知道 我們的瀏覽器它本身有瀏覽功能 但是一天一個人會不會瀏覽超過100個網頁 有可能喔非常有可能喔 那我這樣說我找一個食品中毒與居家安全測試 這類的話 你可能找了200個網頁都長得很類似的名字 但是你忘記是哪一個 因此呢我才鼓勵大家 我們用數位的方式來寫成一個筆記 寫個筆記喔 那相對起來日期的話 我們用日期到內容去把我們的筆記做個整理之後呢 日後回追會比較快 因為你光在整理那些東西就 不好意思講就搞死你喔 那個很麻煩的 好那 所以上次我們就分享了有關 我會建議最先開始是從博碩士論文開始 那剛好有夥伴建議說 現在有用那個華裔的 那對不起我老頭子那個年代喔 沒有華裔這個東西 是後來他們才建立起來的 那相對起來日後呢 我再教大家去查詢檢疫的台灣專利 或者美國專利的查詢方法 我不曉得對各位在論文上面有沒有幫助 那我們當然還是繞著我們的中心 食品安全與檢驗這一塊 繞著我們中心來繞這個主題喔 好那來先說喔 我今天做得一點點的修整 來第一個我們下週 來我們下週到西山教室上課 我們三節課同一步都在那邊 那只有這一次而已喔 後續除非有特殊情況 不然我們到西山教室上課 西山教室知道在哪個位置嗎 呃 就是你說那個 你是說我們那個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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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樓的那個生活小部 不是不是小部喔 小部規模比較小 西山教室可以提供 來 來 好這邊 有看到我這樣子好了 好 不好意思我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好來 我收小好了 來 那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行政大樓 行政大樓 我們在這個位置 那各位如果要過去的時候呢 好 各位如果要過去呢 我們是這樣子過的喔 我們行政大樓在這邊 我們走走走走 有兩個這邊是不是有 呃 我們講1號停車場 這是2號停車場 這邊有個綠郎 這邊有個綠郎 就是現在有那個 紫藤花喔 那今天紫藤花開得不漂亮 因為綠葉都出來了 過往那個紫藤花出來 後來才長綠葉喔 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喔 好那紫藤花你可以走這邊過來也OK 走這邊過來也OK 可以從我們的陽光大道過來 他的位置大概在這邊 在這個地方 1樓喔 1樓 地下室呢 那個是學生餐廳 跟中餐教室 中餐教室 課比較多 剛好從旁邊的街道 街西餐教室 OK嗎 所以我們下禮拜 直接搬到那邊去 遺失過去 我會提早到 我會提早借鑰匙過去 很簡單喔 那尤其是 剛好我們家裡 有在中置類似的 或者說經過阿源分享一下 我跟前輩們練舊的 那些稽查的功夫 給大家看 那那是長什麼樣子的 好來 等我一下下 等我一下下 所以老師那天不用帶電腦 不用帶 那就帶相機 如果需要的時候可以帶相機 等我一下 這邊的喇叭在哪裡呢 這個 我測試一下 剛好上禮拜我帶著另外一群 大二的夥伴去那邊看 好 9個例子好了 像這個 OK來 找到這邊 來這邊 跟各位講 來這邊的話 我們在做集合的時候 會這麼做 OK嗎 不行不用放這個 放這個破梗了 好 來這個 是超油煙機 超油煙機的時候 阿源去查核的時候 看哪些點 來第一眼看過去 算滿乾淨的 那像有一點點成年的油煙 看一下是成年的還是 一陣子 這東西在我 定義起來都算乾淨的 好 來 這是一個 再來 像 像這個 好 好來 這邊請回過來 第一個 我們在做集合的時候 阿源會去翻人家的水後蓋 我的師父告訴我說 你要當季查核的時候 手不能怕髒 好來 我示範一次 我做這件事情給你們看 第一個 有些時候是你翻 有些時候是對方翻 你們自己拿捏之間 你們自己看 好 第一個 這邊看過去很乾淨 好 這邊看過去很乾淨 這邊兩號是打掃很乾淨 這裡 我會看呢 什麼地方 第一個 蓋子這邊乾淨 因為我們第一眼就往下看 對不對 第二眼就看這邊 第三眼看哪裡 看我們這個地方的垂直面 跟我們的水溝蓋接觸的地方 好 OK 那 那當天的話我是一個鏡頭 我從餐桌那邊拍出來 一個鏡頭在這邊再拍 我不是神經病 我一直要把我教學資料留下去 那 也許我不是品質全台灣最好的 但是我願意留 把東西留下來 好 所以呢 有些時候講到這件事情 馬上一叫影片就出來 但是拍完你知道 我事後上傳18G的量 在學校送上傳網站回來 相對起來就會變成 我們做這些事情 其實在教學上 後面都在一一一戰 那相對起來當天的話 你們方便如果有實驗醫 或者廚師服可以穿過來 那一定戴口罩 那其實當天正規有人進到裡面 工作時間要戴網帽 那只是那個非工作時間 所以我就沒有發網帽給同學 那我們就是這樣在說 那很簡單 像那個 我們 我們的新任主管 校長副校長 都是來自餐飲領域的 觀光領域的 那相對起來 那個東西是屬於哪一邊 是屬於 研發開發這個領域 那我比較擅長的是 衛生這一塊 也就是說 在行銷這一塊 我很弱 我比較擅長的是做這一塊 那當這一塊的話 在觀光裡面 不見得這麼被看中 那相對起來 我故意安排這個 一來是增加我們課程的多樣性 二來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你去 全國上市給大家 全國最有種的就是 台北市食藥莊地圖 他就把不合格的全部貼上去 我引用 我都還把名字遮掉 電話遮掉 那 他這樣的話 其實他這些查核過程 都是那樣子 那當然相對起來 因為那個 如果我敢上鏡頭 代表西山教室 乾淨度 夠 不然有些時候 我們去外面 跑支柱餐 跑一些地方 像台北市某一些地方 外面光鮮亮麗 昏的 樹的都有 都有 光鮮亮麗進到你們 拿起錶單 一項一項開缺失 他也不在乎你啊 因為什麼 除非是集查 因為我們是第三方 我們沒有公權力 我們只能 我的前輩是標 尾辦案 標完之後 我們去查這些 那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我很希望在學校 把這些練的功夫傳下去 而不是 課本來來辦到第幾頁 來這邊法條 怎麼講 怎麼講 法條跟現實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們下禮拜 我們直接到那邊去 我們來看一下 玩 對不對 我已經跟那個 負責的梁老師 跟觀光系主任 借好的教室 我們直接過去 那我們去 我們不煮菜 除非你有興趣 像我的另外一門客 我就讓他們去那邊 直接加熱 加熱完 我就來電磁爐啊 因為那邊開爐火 其實是有一定危險性 而且要支付費用 那我們就 就用那個 電磁爐 給他們加熱完之後 就過去插到中心去 量到你預設的溫度 寫完紀錄再離開 這是HACP最核心的精神 最核心的精神 好 那像那個 這一區的話呢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來 有沒有帶我們的講義 我們講義在 這等一下我會利用時間 我們今天先導讀一下我們這些內容 那等一下一樣 我 我先快速導讀完之後 我們再來講 下週要預演的東西 這邊 放在這邊 好 好 這是我們課本 對不對 那我的資料放在這邊 我的資料是 是 我沒給你們嗎 好 表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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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規範 哇 糟糕 忘記給你們了 不好意思 那個 呃 我們 等一下的話 我會帶大家讀第六個 那表單的話 我再傳到 等一下我再傳給我們的群組好了 不好意思 我一直有把它放進去 那 我會快速帶大家讀第六個 事變良好衛生違反準則 這個東西 大概是最常上新聞的 什麼叫上新聞 阿園奶茶店被檢舉 什麼什麼不衛生 阿園奶茶店 阿園便當被檢舉 或者被查出什麼什麼 最常見的不合格的 就是引用這一邊的 我們簡稱叫GHP 簡稱叫GHP 好 OK 那我們先回到我們群組 等一下 我們再來講這一塊 來 回到我們的 回到我們的這個地方 來 我快速 來有沒有 誰還沒建立網頁的 來 我們準備做登錄 我們快速複習一下 來 誰還沒建立 那老實說 我的東西都學得很基礎 但夠用就好 未來如果你們要駕站 要幹嘛 一定要找專業的 你們至少有概念說 OK 原來網頁簡易的 把部落格當網頁 是這麼一回事 駕站 我也會啊 只是一定會被入侵而已 我沒有那個程度 我也沒有時間去管理 所以我就用現成Wordpress 或者是Google的那個Blogger 比較單純 這是我的做法 來 有沒有誰還沒建立的 好 都有了 好 那我就不講怎麼建立 那我們再解釋一次 怎麼做超連結 怎麼做超連結 這一點功夫你花下去之後呢 來 我們來看 嗯 覺得 好了 像 我用這個 假設說 我用我的 阿元小站 我現在要建立一個新的連結 新的連結喔 那這地方的話 我後來想想 我們把這邊列為評分的項目 就是 有兩個 就像我剛才講的 在 這邊 來 這邊好 我們的基礎作業 我們的基礎作業的話呢 就是使用 課堂上的筆記 課堂上的筆記的話呢 我們在學期末 請大家上台 自我介紹自己的筆記 那我算一下時間 看一個人幾分鐘 我寫了哪些東西啦 那出了哪些是 阿元上課講的哪些東西 是我自己 論文資料相關的 把收進去 那這地方 欸對不起 我打錯字喔 這地方開放給同學評分 這評分布置拿掉 這地方總分60 學生評分佔40 老師評分佔20 好 那趁機我跟大家練習 Google表彈怎麼做 Google表彈怎麼做 好 另外一個是加分作業 加分作業的話 自選題或者阿元建議題 跟食品營養 或各位論文主題 有關的東西 但是呢 不能是前方數位筆記的地方 好 然後舉個例子想說 我一直想要開一家包子店 那包子店 在課堂上 我學到了食品衛生安全的做法 第二個法規 第三個建築法規 消防法規 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把它列進去 那這邊我們當作作業體 加分體 這樣子OK嗎 那其實 這些是剛好各位 如果有興趣發展事業 或者發展有興趣 其實就把它列為加分體的時候 最好了 有沒有發現一魚兩隻 剛好自己要做什麼事 或者說我們希望考證照的時候 但是你不要說我考會計師證照 那跟我們食品沒有關係 對不對 有這關係的 你把它列為這個 那自選題的話 你可以想想看 或者說找我討論 我覺得這個蠻合理的 變成我們一邊寫基礎筆記 一邊寫你自選筆記 這樣子OK嗎 跟我們食品營養 或者論文主題相關的都結合 但是跟上面的基礎筆記不能重複 大雙你會去 你在題目上會去做個辨識 這樣子OK嗎 然後我們這樣變成出席25分 12加13 基礎作業60 我們的進階作業15分 所以加起來百分之百 這樣子OK嗎 請說 這個網頁有 這個網頁就已經在 我都寫在這邊 只是我下午才更新的 你可以上阿遠的 像阿遠小站 尋找到我們這門客點進來 我這些規矩都寫在上面 所以是公開的 是公開的 那任何改變的話 我一定會把舊的槓掉 加薪的上去 而不是全部換掉 因為那個會有爭議 會有爭議 好 所以變成我們評分方式 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大家不會有模糊空間 那你說出席次數呢 來這邊這邊 那學校呢 會有學校要求 我們盡量配合 點名的地方 就第一個出席至少六次 A的地方就是第一節課 等一下我們下課 就會點名這一個 第二個點名B加13分 這樣拆解來 好 那要不要請假 其實請假的時候 我點名單上會列一個請假 沒有錯 但事實上我們是以加分 至少六次 加分加到滿12分 他們彈性又更大 因為大家都很忙 有些時候遲到一下 或者怎麼怎麼 那個我們不是小學生 我們也不是大學大學 我們應該有更有彈性的可以做吧 好 其實我現在這網路是比較慢 不然其實這段期間其實我是可以開直播的 那如果說剛好有夥伴搭在車上 很安全 不是開車 搭車的過程中就可以聽這一段 甚至可以用LINE發言發問等等 這才是我理想中數位教育該有的情況 時間空間的彈性非常大 好 OK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群組發問 那我現在就來說明 你這邊有一個 好 那這邊我就來 來這邊 各位可以這樣子 201 2021 0318 測試或者說2018 好 那上週呢 你們會收集到各類的資料 那現在的資料重點在於 你必須知道 人的時間非常有限 以前20年前 可能一個晚上看一本書 或看半本書 看一個連續劇 現在一個晚上可能看幾百個網頁的訊息 那幾百個網頁可能一半是娛樂 不要管它 但一半對你重要的時候 怎麼透過數位筆記把它寫下來 好 上次我們提到說 好 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 好 有一個 現在我來示範一個 那我不曉得你們主題 會不會用到 這個東西 Explore Chemistry 這個叫做 我們來探索化學 這個是美國非常知名的網站 它很後來才出現 但是呢 它的地位還蠻高的 因為它的 它那一群是 是那個 美國NIA群的那一群 好 那我們現在想知道一個東西 來這個東西 對我們治療身體 來各位要不要給我一個資料 馬上考我 因為我這都沒有演練 什麼樣的化學物質會致癌 什麼樣的化學物質會對人體 有好處 有沒有印象 廣告也好 什麼都好 因為你講的我一定不懂 不懂我就去查出它的英文 再來丟進來這邊 好 那這樣說好了 我剛好我最近在帶我的孩子做那個 做那個壓克力 那壓克力的話 早期是怎麼黏的 只用一個東西叫濾防 好 那濾防的話 這個英文字是哪一個呢 查了一下 chloroform 好 那從英文這邊就輸進去了 好 這邊有一個 好 這個字是濾防喔 濾防的時候呢 它是在國際癌症研究組 這是屬於第二類型的致癌 也就是說沒有人體證據 但是在動物證據上是可能會對人體可能致癌的 好 那我就搜尋 好 OK 來 這邊的話 那個 各位如果說有修過化學後面修過都沒有關係 這邊一定會有它的那個整個基礎介紹在這邊等等的 好 那化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傢伙 就是身份證字號 身份證字號的話 就是這個 67一橫 66一橫 3 這個叫CAS number CAS number 我記得chemistry association是什麼 我忘記了 就是它是化學災 對化學災 chemistry abstract S是哪一個我忘記了 它的CAS number是這個 也就是說 你們在台灣叫什麼 你在美國叫什麼 德國叫什麼 我不在乎 只要我對到你的身份證字號 67一橫 66一橫 3 這個東西就是綠法 你們台灣講綠法 我們美國叫ploroform 德國叫什麼 我也不會 所以未來你們在 未來你們可能有研究主題是做某某物質 好像那個 有些人研究說 酒裡面 綠茶裡面 或者一些製品裡面 它的對人體比較好的益處是什麼呢 它的基礎就在這邊 好 那ok 那我學到一個東西 就是阿元介紹了一個 這個東西叫做pubcan pubcan 這時候你會怎麼辦呢 來我示範一次喔 這邊 pubchem 好 它是什麼呢 它是 那 pubcchem對不對 來我就先來這邊 我可以把這個框起來 複製 切換到我原來的筆記網頁 這邊 方起來 這邊 貼上 好 那這邊的話你就可以寫說 阿元說 這裡可以查到 各類的化學品 資訊 好 然後呢 呃 但是 全英文 那是全英文 所以要示範了一個律法 咦 打錯 綠 對不起 人字旁的 三聲 對不起 兩聲還是三聲 搞不太清楚 三聲ok 好 那綠房的話它的英文字 後來我查到呢 是 Colorform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就把綠房這個字 在這邊 Ctrl C 複製 回到我的網頁 把這邊貼起來 好 OK 來各位先模仿這一段 那等一下我再交另外一招 給各位 那 因為這比較還屬於資料庫的這一段 喔 先模仿這邊 然後未來你們就可以開始查美國專利啦 其實查美國專利最快的方法 透過Google Google它裡面有Scarland 裡面會有這一塊 好 變成你就兩句話就好了 兩句話把我講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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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那现在有一个状况 阿元说里面还可以画化学分子 还有立体图 那甚至 有一个能不能做我不晓得 我在博士班的时候 因为我在翻译化学软体 各位知不知道 我们这次不是有听说 某某某某药品 可以治疗肺炎 尤其这次的肺炎这么严重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可以治疗 那由于他们而言的话 他们有一套基础 利用这个药物 在电脑里面配对的时候 跟他抑制他的酵素 或者是病毒等等的 他们去跑治疗库 都是电脑跑的 跑完之后呢 把有潜力的筛选出来 可能几千种几百种 或者只有几十种 这些再来拿来做临床测试 这些东西都是电脑在跑的 那我不确定Pubicam这个功能 好来 那我先继续往下 给大家看这个软体 好我往下走 这样这个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 他其他的衍生物不要管他 我们看第一个就好 把他点进去 好 这边会有这一串东西 对不对 那你们看就好 因为 除非你们要 要深度化学的话 不然这是我们苏待子在做的事情 好 PubCAM CID 他的编号在这边 他的3D 2D 像在这边可以列出来 他的形状 来 各位要不要玩一玩 这就是他的立体图 而且他是按比例的 绿的直径比较 绿离子直径比较大 碳原子比较小 这是氢 所以这是三绿甲烷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拍这个教学片 就是把一些化学软体做个介绍怎么使用 为什么 我14年前就开始翻阴化学团体了 所以我对这块一直希望他引用到台湾的教育里面 你可以滑一滑这些 那下次你有扭进去你想换DNA双骨螺旋 用滑鼠去滚它的那个样子 那我知道我找个东西给你 你会看到原来是这样子 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已经有了 但是台湾老师还没学会 他连录影带都不放 到四隔这么多年要学这些东西其实环境都不一样 好那其他的这个我就不讲 这比较纯化学了 Bow and stick 就是它是用球跟棒 stick就是只用棍子来表示球就会不见 好那个那个wireframe 它就变成是一个网状的 像泡泡一样的 space feeling 就是整个都是圆球 你可以测试看看 好然后show hydrogens 把精锈出来animate 要不要动画 它可以这样我用动画 它就自动旋转 它自动旋转 没有卡住的让我知道 不好意思啊 小弟我化学当年考了七十几分而已啊 全国排名没有排不到名 百分之九十八而已 所以我对化学蛮有兴趣的 好 因为等一下我下面的梗才会切过去 才会切过去另外一个梗 那我准备停止露营在点名之前呢 我们先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先来做一件事情 这个一件事情 这个一件事情你们利用下个时间自己做哦 哎 来了 就是 阿元讲得满嘴口水泡啊 讲得很快 讲得很高兴 但是我就是搞不太清楚 来 这边 这边 他不肯 教学 好 现在呢 就是這個搜尋PUBICAN教學的時候呢 因為這不是學術喔 你只是要來搜尋別人怎麼用這個工具 你要學會學術工具沒有錯 但是呢別人怎麼用 你要先了解它 那這時候呢網友的功力就發揮了 這邊有一個化學文獻搜尋引擎 點進去看喜不喜歡 好再來 六個使用成分查詢網站 友善保養從哪邊開始 這邊這邊這邊 那這個感覺像化妝品 我沒有點進去看我不知道 那這邊呢等一下請大家幫個忙 這個是簡體的 好再來 像這邊有個Bilibili 這個是我們有個學生是來自東北的 他就說這個但不錯幹嘛 我其實很想要把我自己的YouTube影片傳到中國去 只是現在沒有時間 因為我這邊事情有沒有做完 好來那像這邊有一個 這個看起來不是我們的教學文 這邊也不太一樣 好來那可能 這邊沒有 好那可能就前面幾個對不對 就把它 你可以先複製貼上 也可以先看過以後再回來貼上 好幾個例子我看完這邊 你可以寫一句 就一兩句評語就好 這個網站介紹非常詳細 或者說第二個假設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只點到為止 你用自己的評語去寫 這樣子ok嗎 我沒有點過喔 我沒有點過 好來我先停止錄影 我們先來點名 好停止錄影 好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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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